韩国瑜抛出了学贷免息构想引来各界的疑问 不过韩国瑜妻子李嘉芬是类挺政府 甚至在演讲的时候就提到了 学贷免息如果发生了呆账 政府就把他吃了吧 这番话是再度引起了讨论 韩国瑜说李嘉芬所谓吃了是形容词 重点是要让大学生安心的求学 不过财政部长苏建荣就反驳了 他说学贷不是免费的午餐 偿还本金跟利息也是机会教育 学贷免息话题还持续 韩国瑜开口解释就是因为自家人这一句 韩国瑜夫人李嘉芬公开谈论学贷免息 力挺丈夫外 这番利息呆账吃下说 却马上引来反驳 不是免费的午餐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这个年轻人出社会以后 有了工作以后他还是要偿还本席 那当然这个是一种机会教育 之前是教育部长 这回财政部长也有话说 苏建荣更强调相较韩正营提学贷免息 现行学贷规范 第一年无需偿还本席 之后如果正式找不到工作 可以申请执脚席不还本四年 如果月薪低于三万五千元 还脚本金最多可以申请四年 其实政府都已经有在做 你的钱是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所以你还是要还给社会 花这么多钱去盖蚊子馆 去养蚊子 为什么不花钱去投资我们下一代的孩子 养蚊子重要还是养孩子重要 韩国瑜大谭学在免息 其实前一天也因为这个议题 韩国瑜在脸书也提到 不要把孩子当贼 行政院长苏登昌也回酸 政策不是想到哪就讲到哪 学贷利息话题 韩正营跟执政党不断交锋 不是一句话 选举的时候乱开支票就可以完成 所以这部分我想 民众都非常的血量 年轻人都看在眼里 还有媒体人黄创夏也在脸书提到 请维多利亚学校率先吞下所有学费 带动风潮 学贷话题持续热议 而为政策辩护各种说辞 的确需要被检视 东森新闻 吕士奇 蔡炳如 林英佑 这台报导 大家看过去点兴趣的工程 和您的这种 Rodo 让我发现了 这种 Rodo 所以我发现了 对小写真 是他的儿子